超牛的你特別留意 因為今年犯太歲 你知道犯太歲有悲觀負面情緒 排第一最嚴重的就是36歲 因為36歲犯太歲就沒什麼經驗 想到沒什麼出路 叫做一起擋三災無起心情壞 起時來說只有兩種 不是結婚就是生車沒有第三種起事 不是說買樓算不算起事 買車算不算起事全部都不算 所以36歲記得容易悲觀負面情緒 48歲就沒有人嚴重 因為48歲來說一來有36做經驗 又或者48的時候可能年紀都差不多 又沒有什麼大擔心 所以36和48都是負面情緒比較差 不過36最嚴重48不是很嚴重 12歲都要留意 因為現在的人比較早熟 以前都沒有聽過12歲有情緒問題 我12歲留著鼻涕都好像滿頸腦泥 現在的12歲都說是情緒問題 所以如果你的兒子今年12歲犯太歲 考試成績一般來說就有他 考試成績好當然值得恭喜 24歲多數不是情緒問題 24歲的女生我重計過了 很多突然間容易少的損傷 所以24歲犯太歲特別有來意損傷 男生多數不會結婚就小心失戀 因為犯太歲容易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 失戀就哭得一句句 24歲的女生結婚機會都比較有 所以其實犯太歲呢 12、24、36、48 去到60就不用留意了 因為60就跟情緒沒有關係 變成身體了 60歲就看牙了 如果你發現門牙很早脫了 又或者一嘴唇暗黑又或者覆周嘴 他特別要留意身體就要做身體檢查了 72歲打落到84都沒有什麼留意了 所以犯太歲叫做12歲容易少的情緒問題 24歲容易損傷 來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 36歲容易悲君負面情緒 48都是悲君負面情緒 60歲留意身體 72、84就不用留意了 而且犯太歲多數容易有損傷 為什麼呢 因為每年犯太歲生肖都有劍峰和復師跟著你的 劍峰和復師容易受金屬所傷健血 所以無論你24、36、48、60都好 原來犯太歲都要捐血洗牙化解 今年捐血洗牙的月份 農曆六月或者十二月都可以 又適宜去旅行化解 尤其是36和48 農曆十二月容易悲君負面情緒 適宜外遊散心 如果你生在三月六到八月八 就適宜去西方或者北方旅行 八月八到三月六 適宜去東方或者南方旅行 千萬不要去錯方向 容易有反效果 除了劍峰、復師容易損傷之外 還有華蓋心情覺得孤獨不開朗 還有太歲、太歲就是犯太歲的意思 不用理會 反而財運方面就不太好關係 因為犯太歲容易悲觀負面情緒 因為今年牛龍、羊狗 這四個容易犯太歲生肖 反而財運排第一、第二、第三、第四 屬牛排第四 所以今年收拾負面情緒 財運其實都不錯 感情運當然是最壞 感情運無論結婚或未結婚都好 都容易悲觀負面情緒影響感情 所以今年容易心情影響感情 所以感情排第十二 反而今年空星比較多 而吉星一顆都沒有 又犯太歲又沒有吉星 沒有外來助力 幸好今年財運不錯 收拾心情主力賺錢就可以了 財運方面都是排第一 就是五月六到八月八 排第二就是三月六到五月六 排第一就是十一月七到三月六 排第三當然是八月八到十一月七 屬虎的你恭喜恭喜 終於輪到你桃花年了 因為今年紅聯桃花 紅聯桃花是正桃花 什麼叫做正桃花 正桃花是容易認識一些能夠發展下去的感情 叫做正桃花 不同霧水桃花 化來化去的 所以屬虎來講是排第一最好 除了這個桃花之外 你結了分到 因為紅聯桃花是正桃花 人家看你觀感來說 都覺得好些 交正應酬人員可以自然順利一點 除了紅聯之外 就有個太陽星 太陽是藍貴人之助 所以如果上司拍動下屬 男人特別容易有幫助 空星來講雖然比較多 但始終吉星比較力大 感情分又是不錯 空星自然可以減弱一點 空星有孤神心情 覺得孤獨不開朗 那你有太陽和紅亂 不開朗的時候 約人去喝茶吃飯 這樣就可以解決 劫殺因朋友而破財 借錢那些好老友來 借了預計他今年沒得還 如果不想借 記住 今天劫殺就買些心頭號 平時不捨得買 又想去買 今天借借來買了 一來認了劫殺 二來就不用白白破財 天空計劃二成空 我經常說 有計劃的人九成不成功 好像現在這樣的疫情 這樣的情況 拖到今年明年後年 可能還是疫情 都未必會斷 那你怎樣計劃呢 所以我經常說 最成功的人是 見一步行一步 解決眼前問題的人 才容易成功 所以天空我經常都不叫空星 還有一顆腐氣 腐氣代表心情覺得 孤獨不開朗 談好的事都被人截 尤其是你做保險 做地產 漏夜被人截了一張單 所以有單就跟緊一點 還有一顆星叫吞陷 就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屬虎來說 整體呢 桃花排第一 財運其實都排第五 那為什麼排第五 因為有牛龍羊狗 這四個佔了底 所以你就排第五 所以其實以十二生肖來說 你屬虎差不多 好前排的生肖 運氣方面呢 你生在三月六到八月八 又加上行運 當然好上加好 那即使你生在八月八 之後三月六之前 不行運 因為今年又有紅年星 又有太陽星 都看高一線 屬虎的你 原來今年財運排第十二 不過又不用怕 因為今年整體十二生肖 財運都是一般的 因為今年整體的八字 就有雙沖 還有今年是水火互換年 什麼叫水火互換年 二零一六到二零一是屬金水的 二二到二七是屬木火的 所以互換年來說 可能各人的運氣來說 都比較反覆一點 所以屬虎的 雖然你排第十二 又不是差得那麼緊要 所以不是很害怕 那屬虎的你呢 今年空星有囚獄 是非比較多 其他空星有喪門地 喪災殺和披頭 不是很重要的 那為什麼擺到你排第十二 因為你只有空星 就沒有吉星 吉星沒有就沒有外來助力 所以擺到你排第十二就是這樣 那桃花方面就排第八 所以都是屬於中中挺挺 不是說特別好 不是說特別差 所以屬屬套的 今年要特別加倍加倍努力 尤其是你生日三月六到八月八的人 因為今年是好運 最後一年 今年希望衝高一點 就希望延續到那個運 能夠延續到2024 因為它有時候運 它不是一路到21開始好的 它有時候會一九開始好 那就會延續到2024 所以如果生日三月六到八月八 還可以衝一步 今年有新機會放膽嘗試 那相反來說 如果你生日八月八之後 三月六之前 今年運氣就一定是不行的了 又加上你財運排第十二 那桃花又排第八 普普通通 所以今年來講 不投有攻 彈球無過 那忍多一年 那到2022之後 又輪到你的運氣好 那快就2022開始好 即使慢到會延續到2025 那慢又不會少了三年 因為十二年一個循環 那有時候人們會延續三年 例如16到21 會延續到19到24 那本來你22到27好 它有機會延續到25到30 所以不會短了運的 所以熟透的你 好運的人 平命熱命的人 要拼到盡 希望去到高點 平下來都沒有那麼快平 那如果寒命的人 即使目前多不如意到 千萬不要轉工 頂到明年夏天才可以想